河南平景山的一对夫妻 用自己从天堂追入地狱的真实故事写了一封信 我是含着泪砍完的 今天呢我给大家读一读吧 我叫张思安来自平景山 高中学历 是一名小饭店的厨师 我在正收的南四环的一个小饭店里面打工 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500 我的老婆叫小白 大转毕业 在私人的培训班里面当语文的辅导老师 每个月的工资是4500 我们夫妻两个人在政中努力了几年 省吃兼用 买了89平米的小三房 付了首付款 房的总价是110万 月供是4800元左右 我的老婆收入全部用来还原供 而我的收入除了一家的吃穿用度以外 每个月呢还能剩4000块钱 当时我们的日子很迷茫 但是我感觉到很幸福 2019年的时候 我向亲近朋友凑了6万块钱 把房子装修了一番 终于入进去了 并且在2019年的年底 我的老婆小白怀孕了 我感觉我的人生被幸福包围着 可是没有想到灾难就在我眼前等着我 19年的年底的20年的4月份 郑州风称 我和小白两个人一直在家里面闲着 她的培训班不开了 我打工的小饭店也不开了 我们两个都属于临时工 不开门了就意味着没有工资 我们两个人全靠着吃老本 好歹呢 我们原来还剩了一万块钱 本来想着咬咬牙也就坚持过去了 可是谁又知道呢 20年的5月份之后 即使是郑州恢复了活动 但是南四环的几个楼盘的施工的工作人员 都被停工没有实行做了 不允许外出吃饭 那我所在的小饭店就倒闭了 后来呢 我找了好几个工作都不行 最后在一个熟人的饭店里面 给人家当小工 每天刷盘子削土豆 我想着我即将出生的孩子 我绝对还可以咬牙坚持 可是每个月还房贷 再加上我们吃穿用度一万 我和小白所有的工资就剩下一千块了 小白这个时候已经怀孕五个多月了 她为了不让我这么累 挺着大肚子依旧去上班 20年的9月份 我她孩子出生了 因为的是一个女孩 这个时候由于生意不好 老板也坚持不下去了 我又失业了 我老婆上完孩子以后呢 我也没有了收入 现在我们的手上就剩下一万块了 人在崩溃的时候 往往就在一瞬间 而我的崩溃就在此时此刻 从20年的市医院开始 我就一直在刷信用卡度日 房贷真的是像魔鬼一样 每个月从我的卡里面 吸走4800块钱 再加上一家人的持穿用度 我的三张信用卡 终于在2021年的4月份 被彻底的掏空了 我的母亲从平底山老家 来到这座大城市 她希望能够找份工作挣钱 能够补贴我 可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我母亲发现 由于她不会用导航 连一个月3000块钱的 保健工作都找不到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我妈妈在家照顾孩子 小白出来工作 这个时候呢 刚好又遇到了辅导班 全部关停 我和小白也只能去超市里面 给人家干收银的工作 可是没有想到 人生没有最悲惨 只有更悲惨 7月20号的那一场大暴雨 小白所在的城市 竟然被大雨给淹没了 老板坐在门口嚎啕大哭 小白连收银的工作也失去了 现在母亲和小白 还有我那个刚刚出生 还在喝奶粉的孩子 每个月都要靠着 我这4000块钱的工资生活 当时装修房子的时候 家里面的亲戚 借给我的钱也开始催化了 我从8月份开始 就已经没有钱再还房贷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 10月份的时候 我就收到了一封信 如果我再不还房贷 那么这个89平米的房子 就要被他们强行的拍卖了 看到这个消息我哭了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被隔壁村的七八个人 围起来打 我没有哭 我在饭店里面 坐大盘机的时候 我不小心切掉了 左手的小拇指 我也没有哭 可是银行的一封告知书 却让我哭得像个傻子 我现在什么都愿意干 我愿意去饭店里面 给人家小土豆 我愿意骑着自行车 去华南城给人家携货 我甚至愿意在饭店门口 守着去当代价 现在我什么都愿意干 只要能让我在郑州待下去 我知道我是个废物 但是只要他们不拍卖我的房子 贷苦再累的活 我都愿意去干 虽然我的房子在南四环 可能住在主城区的人 甚至连看都看不着这个地方 但这的确是我远在平底山的老父亲 和村里面的人聊天 唯一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知道跟着我吃苦受累的小白 她心里唯一的港外并不是我 而是这个小小的房子 我恨饭店为什么要倒闭 我恨大宇 为什么连超市的工作都干不了 我恨这个时代 为什么没有了辅导班 我恨为什么那么多的高科技 让我的母亲 连份宝籍的工作都做不了 我最恨的还是我自己 我没有好好地去上学 也没有好好地学过什么技术 我什么都没有 还什么都不会 但是我还是要求求你们 请你们不要排卖我的房子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还房贷 尽管我们买的时候是一万三亿平 现在已经跌到了一万亿 但那真的是我的一切 如果说没有了房子 我刚刚出生的孩子 以后叫我一生爸爸 我真的不敢答应 因为我不知道 我该怎么和他解释我的无能 眼前的陌生人 感谢您听完我的故事 希望我的悲剧 永远不要在您的身上发生